王大伯 罗茂莉和江副官住在一起了 你说什么 江副官和罗茂莉住在一起了 康英雾的 你怎么了 没什么 王大伯 你要多注意罗家东向 特别是宣子齐 ה祖 朴家 北规前进 海伯 东路 南康英雄 北规前进 南康英雄 海伯 海伯 稍微严密结实摇旗之动向 不得有一份一满的写的 你有情况马上会报告 好 知道了 江府官和罗茂莉住在一起了 谢谢你那臭脚 什么脚都受不了 我又没请你来 你姐夫今天可是骂我了 她说 罗茂莉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你是中央特派员 天天往一个男人房间里钻 这是什么影响啊 你是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呀 别让我跟着你受牵连啊 你姐夫她是不骂你 她天天骂我 是我毁了摇摇七十的声音 还要把我扫地出门呢 你快洗脚 你干什么 我叫你洗脚 我跟你说了 我不洗 行 停 我自己洗 行吧 不就是洗脚吗 我洗 洗脚 我洗脚 我洗脚 烫啊 烫点好 明天就要行军了 还不知道要走多少里路呢 我刚刚躺完 很舒服的 等等 你刚说什么 明天你也要去啊 千伯 我告诉你 不管你有多烦我 也不管你有多恨我 本次湛羽结束之前 你休想离开我的事前半步 本次湛羽结束之后再说 别啰嗦 你想害死我呀 想害你 想害你那早没了 等到今天 好 走 过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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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康英同志 我想向你确认一下 敌人的部队 是不是真的向西南方向去了 确定 1170几个团的行进路线 确如像江波提供情报那样 分几路向西南方向行进 我们同志跟踪尾随二十里 这样的话 就向总部书软汇报吧 是 自己人 自己人 我是自己人 走 玩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担架大队一流烟的全保光了 放吧 三九四团 三九五团 三九六团 已经前出至丰泽九安西坝一线 我师直属部队 除了机炮营上千二十公里外 其他的已经全部到达指定位置速营 我们已经命令机炮营明早提前开拔 机炮营没必要提前开拔 按照原定计划执行就可以了 到时其他几个团可以放慢行进速度 将就一下机炮营 市长 将军 来 看看沃玛岭 看见了吗 看出点什么名堂没有 你怎么回事 市长 长官不下答的作战命令里 没有沃玛岭这个地方 沃玛岭这个地名 与它在地图上呈现出的形态颇不相像 我看见它狼嘴令也是更贴切一些 嘀咕指此一条道 两侧三林参差不起撞入狼牙巨齿 而在这里突然收紧 犹如野狼的喉管 请去罗谢 长官不啊长官不 市长 您的意思是 让我们去到沃玛岭 不是我们要去到沃玛岭 而是要把沃玛岭牢牢的记在心上 我们要去到沃玛岭了 年轻人长点脑子 我好像肚子有点饿了 去弄点什么吃的 市长稍候 我怎么可能要去到沃玛岭 乐队 还是要犯下的人 先来个女后 把沃玛岭才二代 应该去走 作法 可증实施 要自 restriction ntegr 相地帼 莫德伯 快 市长饿了 给弄点吃的 一会儿我过来去 好 马上得 是 市长呢 在里边 休息了 好像躺下了 那江副官呢 出去了 江副官 这儿有一封长官部的紧急电报 市长的 什么内容 长官部命令我们火速北返 北返 北返 卓欧部以强行军速度 务必明晨前抵达陈家坡一线 完成对赤匪陆凯部指挥机关的违和 陆凯的指挥部在陈家坡 长官部的电报是这样说的 还不快去报告市长 少兵说市长刚刚躺下 所以 江副 快去报告市长 快去啊 再念一遍 1170 宣子齐市长军舰 据悉 赤匪陆凯部指挥机关 潜藏在福江以南之陈家坡一线 现其主力部队已经调至外线 陈家坡防守兵力空虚 着拟部即火速北返 以强行军速度奔袭陈家坡 物于明晨前完成对赤匪巢穴 陈家坡之违和 此令长官部 此令长官部 陈家坡一旦被我军围困 此非主力势必全力回援 而我马里正是其回援的必经之论 家坡 这回你知道 我为什么对我马里感兴趣了吧 只是 我们的任务是火烧封房 传我的命令 全市左部立即按南京路线 掉头被返 在福江之东南青谷分兵 三九五团走北谷 三九陆团走白锡 石之路队走梁田 全线押向陈家坡 由主三九四团一律勤装 由卯梁大桥迂回过江 直插去夹击切断洛开坡 东涛盖西南的去了 一小时之后全市出发 执行吧 江波 你怎么了 好 市长 我肚子有点疼 我就是去你操作这方案 很 silver ок 毛利 帮把这个拿给市长过目吧 我又不是你的传令兵 我这不是肚子疼吗 这是作战命令 别说你肚子疼了 你就是脑袋疼 屁股疼 疼死你也得忍着 你还跟着我干什么 你不嫌烦啊 你不是肚子疼吗 姜副官 特佩 我得不好 我这刚给市长做的面条 您给烧过去 这怎么了这是 我这肚子疼 这怎么搞的这是 不行 不行了 我不行 我疼得不行 给市长送过去啊 曾布 你干什么去 我蹲茅厕 莫大伯 我没带手纸 又要给我送两张纸来 你上去吧 走吧 莫大伯 我在这儿呢 是 来了 看 莫大伯 赶快通知周丹 让他趁乱偷避快马 立刻赶赴陈家坡 让他去敌宫部找大彪嫂 告诉他 敌人明天一早 就要对陈家坡进行合围 让他们赶快想办法突围 姜伯 还有 当他们走的时候 千万不要走屈家鸡 我市主力三九四团 就摆放在那里 让他们走北路 走照点方向突围 警卫营会在那里设法 我让洪尔贵网开一面 好 我记住了 周丹回不来了 让他跟着家里走吧 好 走 特梅 他到底在干什么 在拉肚子 那还厉害吗 他说疼得受不了了 问我有没有硬醋壳 有吗 倒是还有点 那快去吧 好好好 来 江波 干嘛 还疼吗 你说呢 怎么搞的嘛 我们吃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我问谁去 我已经叫老莫头 去给你煮瘤素壳了 一会儿喝下去吧 是你让他煮的 是我跟他说的好不好 行了行了 是你说的 赶快回去收拾收拾吧 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驾 驾 恩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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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宣子齐的摇摇气势 正从正面向我们猛扑过来 好 详细情况 就有个看令同志向你汇报吧 快 进屋台 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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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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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请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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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这些都究竟怎么回事 战场的情况身躯万变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没什么大惊小怪 你就这样叫我向中央保卫局汇报吗 毅然同志 我们现在急待解决的问题 是组织突围 一定要追究啊 追究情报来源 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 向我们提供假情报 报告 周围司令员 念报 好 易总之 你看看 不 听报说什么 陆凯准备率主力回员陈家坡 政委 不可以 丧元万不能回员陈家坡 不回员怎么想 陈家坡现在只有主力一个营 剩下都是一些机关零散战斗人员 他们怎么能够抵挡得住 敌人一个主力师的进攻呢 政委 敌人突然回头包围陈家坡 这绝不是偶然的 敌人也绝不可能 不对我主力回员这些情况 加以认真的防范 很清楚 敌人 故意要把九十三旅孤全西线 就是想牵我主力向西 而向东南方向行动的几支敌军部队 只要在途中 像西北方向一样 那么这里 我马里 就是敌人拦截包围 甚至消灭我回员主力的最好战场 可我主力回员 我马里是必经之路 别无踏路可走 政委 主力万不能回员 人应当面吃掉九十三旅 然后远远跳到外线 一会回到中央族区 不回员我们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这样束手就擒了 红军竟肯战死 也不会向敌人欺负的 报告 赵殿方向敌军堵落迟缓 处于对老乡一步 已经从赵殿方向突出去了 政委 当机离断 我们自己突围出去 殿法员 到 给司令员发电报 主力 绝不能回员陈家坡 建议 歼击九十三女之后 跳到外线 机动作战 我将率领留守部队 和机关后勤人员 组织突围 此后将官媒电台中断联系 告诉司令员 中央苏区见 是 赵三峰 是 通知留守部队 和全体机关后勤员 做好准备 向赵殿方向突围 反对 我对这条消息准确性 是严重怀疑态度 我们已经中了敌人的计策 被敌人包围了陈家坡 赵殿他是不是敌人 设下的又一个陷阱呢 按照赵部长的推理 既然主力回员不可行的话 那么赵殿他是不是敌人 整个作战计划的 一个组成部分呢 敌人是不是想把我们 全部诱平到赵殿的方向 然后加以消灭呢 赵殿方向相对安全 这是我们打入 敌人内部的通知 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 冒着生命危险 送出来的情报 也应是我们此次作为的 唯一通道 赵部长 你还要我相信你们敌工部吗 若不是你们敌工部 之前提供的假情报 我们何至于被敌人包围啊 我现在怀疑你们敌工部 怀疑你们敌工部 那个所谓打入敌人内部的通知 就是他 就他提供的假情报 让我们损失惨重 报告司长 曲家级 夏甲沟运马房等地 都已发生战斗 唯有照亮方向 目前没有一共军解破 这就奇怪了 除了曲家级 照亮是我最为关注的方向 怎么没有动静的 自老没有动静的 自老没有动静的 混账军人 无党无国 快 给长官部发电 是 报告 市长 长官部急电 念 长官部电报说 已有一部分匪军 沿赵电方向向外渗透 命我师迅速地堵上这个缺口 我们渗透 长官部怎么知道 赵电有赤北渗透 况且那里摆放着我最硬的部队 这怎么可能 电报创是这样说的 要我们向赵电缺口 加派兵领 创我的命令 命令395396团 各筹调一个营 增援赵带方向 高三百 不许放走一只麻雀 是 电报还怎么说 命令我师 只顾四面围困 暂缓进攻 这都煮熟的鸭子 为什么 长官部没说 想办 拿地图来 拿一份 整个福建地图 没错 没错 明白了 明白了 还是为罗马岭 真乃维甸大员一箭双雕 真是一个天才的设想 老家伙头一次只会打了一场明白证 真义 政委 政委 我的意见 还是向赵天方向突围 我刚才跟康英同志 去侦查了一下 敌人不过是远夫在山上放冷枪 我们还看到很多侦卫队和老乡 都从那个方向突出去了 义京同志 我考虑过了 陈亦然同志的话 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万一那里敌人不好的陷阱呢 我们现在已经被敌人四面包围了 而赵天方向的兵力相对薄弱 那里还有我们自己的同志做内影 无论如何 值得一试 只要撕开一个口子 用不了一个小时 部队和机关的同志们 都可以突出去 赵部长 你为什么就盯住一个罩店不放呢 难道仅仅就因为那个 并不可靠的谍报员 送了一份并不准确的情报吗 你就不能往其他方向都考虑考虑 可培原 我们现在左途右冲 有太大的盲目性 与其作业代弊 倒不如拼个鱼丝网破 我们应该集中兵力 杀出一条血路吞出去 在这生死存亡的锦要关头 我不相信我自己的同志 你让我去相信谁 赵天方向即使是炫警 我们也要跳 即使是火坑 我们也要钻 这要是中的敌人圈套 谁负责任 我 你 战斗结束了 你可以撤我的职 甚至拉出去把我毙了 但是现在大敌当前 我们只能突围 郑伟 报告 郑伟 王区也就发现攻击前进的部队 被打回来了 敌人的兵力太厚 我们打不动了 报告 郑伟 谢谢我一马把攻击修处 我这三万四十人了 报告 报告郑伟 现在整个陈家坡 成建制的部队 就我这一个营了 不义四面突破分散使用 我建议把整个部队集中起来 我向你保证 我们营拼死也会撕开一颗口子 保护机关和部队 突出去 易经同志 你的意见呢 郑伟 请快决定吧 军事指挥权 易经同志 我林医师交给你了 西洋漫头战 非常时刻 只能敌人机决断了 事后 我向祖部报告 易经同志 你就干吧 郑连长 到 你率领全营 立刻向照电方向集中 是 董连长 到 你的连分为两个牌 一个牌 负责养护手掌 和机关非战斗人员的安全 另外一个牌 帮助战地医院 把重伤员 护送到老乡家 另外 所有能够参加战斗的青山员 一日拿取武器 并用战斗序列 是 齐参谋 到 你负责把机关的 零星战斗员组织起来 变为一个大队 你负责指挥 掩护特别连的女同志 和孩子们的突围 是 行动吧 是 政委 特派员 请你们跟随警卫连行动 那你呢 我负责断后 警卫连 到 掩护手掌的突围 快 是 走 政府 不 放开 我不 放开 我不 罗毛利 这就是你说的 不要用你姐夫 宣子齐一家的鲜血 来染红我的顶子 不要用成亲 上我教室的鲜血 来染红我的顶子吗 但是你 你却用另一部分 用他们的血 来染红你 跟宣子齐的顶子 可他们是公匪 你是白匪 爹地道道的白匪 白狗子 我说过 我不会爱你的 我就永远不会害你 但是 我也不允许你去害他们 只要我爱活着 我就不允许你去害他们 你现在可以走了 想干什么 就去干什么 但是 你在离开子弟之前 亲先把我打死 然后 就再也别回来了 离开枪王 子澹就在枪堂里 我嫁咋了 你这下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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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爹 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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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你这叫白鲜招的反正快 快 快 招不招 招不招 康英 不是命令你从家庭分成脱围吗 不行 我不能走 我得掩护你 你糊涂糊涂啊 我们的部队突出去了吗 康英 我再问你 我们的部队从赵队然突出去没有 大部队跟首长 派部分机关同志突出去了 那侯卿和特别连呢 敌人越打越多越打越猛 侯卿跟特别连同志被打散了 可我这又拿敌人给放住了 不是说赵队放去 赵部长 康英 爹 你怎么还没走 你们的手掌 快带着你的手掌往外冲啊 曲家纪那边的白骨子已经压下来了 往曲家纪去的那部分地形 还有乡亲们都让白骨子堵回来了 我得领他们往赵队去 我们一起走 爹 不行了 赵队突不出去了 可我的队上敌人又给封住了 好 你开脚 回来 快怕 快 干杯 啊 啊 快點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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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不肯 你敢 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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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过 夏天阿姨 没过 你没事吧 好 咱们走 走 快点 跟上 快 立定 立正 郑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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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到哪儿去啊 这位 我带一个连返回去 把口子重新撕开 把同志们进行出来 我们已经上了敌人很大 带回去多少队伍搭进去多少队伍 什么兵力薄弱 弱吗 我看是这几面敌军里边最强悍的一伙 敌人开始是弱的 口子也很容易撕开 可后来一定是敌人来了增援 原敌现在能撤吗 他只会越打越多 我们现在突破方向已经完全被敌军掌握了 那么他们肯定会复习一切大家往这个方向不断地投入兵力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摆脱追敌 而不是回去跟敌人搞什么硬打硬拼 同归于境那一套 我们还有好多同志都没有撤出来 后勤特别连伤员 赵部长也不封在里边了 郑医 将来抓到这颗纤细一定毙了他 跟那些死难的同志 是 罢仇 尖细 从陈家坡被包围到灶殿遭遇完毙 已经可以证明了 那个所谓打入敌人内部的我们的统治 就是敌人的尖细 什么 郡医说了 你累得虚拓了 需要休息 是 老师 你帮我儿子 你竟然去拿门 你给他人打开 这杨细 你帮我来 帮我来 你对你干什么 你不得好 你不得好 以后我要去批 看看你们是怎么偿还这笔血债的 我一定要把你们彻底消灭过 你最后闭嘴 你休息 江牧 你给我让开 江牧 你不要出去 不要 江牧 祝你 有你 有 πο title 好 小琪阿姨 你实在是走不动 咱们歇会 阿姨自行 小琪阿姨 你敷散了 没哭 别怕 别怕 小琪阿姨 没过 不哭 不哭啊 不哭 爱哭的孩子 不是好孩子 长大了 当不了红军 没过不哭了阿姨 乖 没过 小琪阿姨问你 小琪阿姨 如果不带你了 你自己 能不能走到山下 小琪阿姨 你不要我了吗 不是小琪阿姨 不要你 时间太高了 海路太远了 实在是走不通了 小琪阿姨 小琪阿姨 没过 还有 那 你看到了吗 这是小琪阿姨的帽子 是红军的帽子 你拿着它 到山下 要是遇到穷人家 他们要是不要你 你就 拿着笔帽子 给他们看 他们 就会 帮你 找到红军 找到你爸爸 找到妈妈的 记住了吗 小琪阿姨 小琪阿姨 真的是 对不住你了 小琪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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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你了 对不住你了 小琪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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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吉 lecturer line 吴吉Game 吴吉ronsky 吴吉叔叔 吴吉叔叔 杨烛 afore见须嘉格你 杨烛让见顾嘉格你 他也是 吴吉他是特别连大 小姑娘,怪就怪你生错地方 送她上路 你们不是红女,你们是白肘子 什么事 叫她 你们不防止 封面 有此伤惯 有此感觉 等会 你 ike 是自己人 是自己人 兄弟们 我们在这儿 兄弟们 我们是自己人的 快 快 走 走 快 我们自己人的 快 把毛子扔了 我们是赵国部真心队的 小二 蹲下 快 把箱子里的漆拿出来 怎么样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鱼杯 鱼杯 连长 你看 妈的 原来是自己人 快 爹 爹 快 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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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报告一位等 准备完毕 执行吧 走 开枪 走 开人 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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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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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提示明镜与点栏目 行镜与点栏目 电报 好 说内容 一封是福将留守处发过来的 参谋长参讯结业已经到达福将 他询问师部县朱棣准备赶过来 好啊 他想我了 我也想他 回来参谋长 让他救过陈家破来 是 第二封是展观部的 展观部事先派了一支特别侦旗队 在照片北山隐藏 展观部叫我们负责接应 消失休息以后呢 让我们把他们送回展观部 快不得长官不知道 顾伟想照点突围呢 和这支特别侦旗队联络上了吗 三九五团报告 他们三营在北山 遇见了这支化妆侦旗队 他们还化了妆 他们全都化妆成贡宏军的样子 还携带了秘密电台 了不起 了不起 收工一剑 收工一剑啊 他们的队等是谁啊 何坤 何坤 小米馆 我知道你叫小米馆了 那个你叫的小秦阿姨的 她这样叫过你对吧 米馆 叔叔问你啊 这块玉是谁送的 是不是一个姓藤的阿姨送给你了 告诉我 你姓什么 姓什么 是不是姓姜 你的妈妈是不是叫康英 你的爸爸叫姜波 叔叔可跟你说话了啊 可抱着你的 你不是叔叔 你是白酒店 你要不听话 我给你扔山里头喂狼吃 你怕不怕 小秦阿姨说狼都不食指 我才不怕狼呢 小米馆 带会儿我领你见爸爸好不好 你见过爸爸吗 小米馆 你耗什么白斗子 小米馆 你呀 中毒太深 太深了 你才中毒呢 你不怕我杀了你啊 你已经杀过我了 你还杀死了小秦阿姨 是你们杀死了小秦阿姨 自然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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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军长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问你 是不是跟他又生气了 要没事 我先回去了 站住 毛利 你读读的脸给谁看呢 你和江波的事我和你姐姐一直在暗中帮助你们 包括你和他在军中明铺明盖 我都一直压着没说 怎么 我帮你还帮出仇来了 不关他的事 关谁的事 难道关我的事不成 江波是我的联络苦关 刚打完仗多少是等着他去协调 他和你倒好 把他拽出去转悠了一下午 就凭这一点换个别人 我就可以解除他的军职 你最好把他给解除了 大家都审心 跟我无情是不是 你跟我说 一下午你们俩都跑到哪去了 四处转转 转转 有什么好转的 你以为这是南京中央公园啊 到处都是死人 那好看呢 他怎么没来 病了 在宿舍休息 病了 病了还能出去转悠一下午 叫他来 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转告他 什么事 你的事 我的事 我有什么事 账大完了善后工作谁管 我这个副军长 善后处理 什么善后处理 抓了那么多的俘虏 咱们真别怎么处理 我总共都把这几千人 都当赤匪杀了吧 多少人 五千多 多多少还不清楚呢 本来这都应该是江波的事 可他却被你捉了去 在宿舍里睡大觉 你准备把这些人 交给江波去处理 我交给你 打仗是我们的事 证别共产党是你的事 你是中央特派员 这方面你负有权责 这是你们的主业 我负权责 怎么了 我看你是谈江波谈糊涂了 你不再另当别论 你只要在就代表中央 你不负权责 谁负权责 当然了 我会叫江波和于薇三全力配合你的 毛利 你要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那 那 甄别工作什么时候开始 当然是越可越好了 我告诉你毛利 部队在陈加坡待不了多久 掌管部让我临时带在陈加坡 一是处理战俘 二是为了吸引工军主力回院 一旦工军主力有了明确的动向 部队就得开拔 如果到那个时候你还真别不完 可没有大部队保护你喽 好吧 既然是我负全责 那么今天晚上先派人 把那些尸体埋了 埋尸体 我的部队打了一天的仗 你还想他们不累啊 他们需要休息 那你可以叫战俘去埋吗 黑灯瞎火的 战狐跑了谁负责 这个我不管 谁该负责谁负责 我只要求把尸体埋了 好吧 我的特派袁同志 要要七十 配合中央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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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妳不想帶藥 其實繼續乾下去 那麼 妳就隨便的 這麼不好 我們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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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爽 不爽 不爽 哪個女人 不爽 不爽 一手 你听 歌 这是共产党的歌 是那些俘虏们 在掩埋共匪的尸体 吐死乎一杯 四面结楚歌 情有可原吗 这歌手是什么 是悲愤 是力量 是被压迫的火焰 是共匪 但精神信念还没被推广 这 这很可怕 真别 从明天开始 我们会把你扯的 当中的共产党 全部挖出来 还挖什么 这是一两个人在掌吗 这是那么多的人在掌 是所有人都在掌 会掌的 能掌的 都是共产党 枪毙了哪个都不愿 五千多人的 全枪毙 共匪毕竟是少数啊 如果按照宁可挫杀千人 也不放过一个的党军 就算这五千人里头 有五个工夫 即便是兜杀 也不足为过 你听听这歌手 五百人也有了吧 我看贤弟 这事还是听师长 听中央的 中央 那个罗毛利 在117 他就是中央 中央特派员嘛 不过 这位特派员小姐近段 跟江波打得火热 出则成双 入则成对 鸣铺鸣盖 都住在一起了 这是真的 在117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只惜大家爱以某些面子 彼此心肖不宣吧 又是江波 不过这两天 这个江波 那个罗毛利 有点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不正常 这两个人 若即若离 一个 好像一个的影子 给人一种神清兮兮的感觉 鱼兄 我坚持认为 江波就是共产党 是深入我军内部的共产党 是我党的猪虫 可是你们117 到底是怎么搞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 就连您也不相信我 江波身上一身的疑点 就是没人认真去查 没人敢碰他 怎么 青面獠牙 碰不得 还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兄弟 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是烂谈的泥头抓不住 俗话说 打人莫打脸 骂人莫皆短 这江波和施展的渊言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没有确凿的证据 你想整江波 这不明摆着 跟市长过不去吗 所以 没有人敢出这个围头 那这回 我就给他来个 过硬的证据看看 过硬的证据 你说屋里的小女孩 我相信这个小丫头 就是江波和康英的亲生女儿 我有这个直觉 江波的女儿 没错 我认识她身上的那个玉佩 她就是康英在广州 腾谦医院生下来的 那个女孩 贤弟 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 没有十足的把握 是摆不上台面的 在117 你跟江波斗了 不止一次两次了 每一次都是你吃亏 一个玉佩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这个你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你就等着看吧 会有一出好戏的 贤弟 没有十足的把握 你还是谨慎为妙 你刚刚立了大功 连市长都改变了对你的看法 他还特意地安排下去 明天为你们摆下宴席 给你们洗尘庆功 在这节骨眼上 我劝你 慎重 还是慎重 玉兄 您的好意我心里 可是我明明知道 江波是共产党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在117时做大做强吧 我踏之策 尚且不容他人安睡 更何况那江波 是处心积虑的危险分子 我发誓 一定要为党国 摘除这颗定时炸弹 给你熬的骨汤 趁热喝你来 是叫老木头特意给你熬 陈家破稿不在迷稳 只能说鸡汤 就算你要跟我斗争 那也得有一副好的身子骨 骆毛铃 我问你 明天证别共产党 你打算怎么可真别烦 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好吗 既然你让我跟鱼威三参加 你就应该让我知道 可是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休息 你先甩开我 我只能这样 然后你好自己为所欲为 我是中央特派员 我们只能各位其主 说得好 各位其主 江波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里很不平静 但是我想劝你 你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更不能纵容自己去冒险 因为你的任何行动都是于事无补的 它甚至有可能给你们带来更大的损害 我也知道 在117市的共党分子 不止你一个 你要行动 你就必须借助于他们的相助 可是 只要他们一旦行动 就马上暴露 而他们已经暴露 像现在我们大家混在一起 相安无事的局面 就会被打破 到时候的结果对你们而言 可能就是全军覆没 清朝之下烟涌完暖 这是大势所趋 而任何一个个人 在面对这种大势的情况下 都是无能为力的 我也无能为力 我想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唬得了我吗 你不是一个孤注一掷 为秦所困的人 如果是这样 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你走进俘虏营 在必要的时候 我会选择孤注一掷的 我之所以刚才没有走进俘虏营 那是因为我知道 我在117市的任务没有最后完结 这个任务就是解放俘虏营 可一旦当我知道 我无法完成任务的时候 我就会孤注一掷的 江伯 你不要逼我 我当然要逼你 因为是你把我逼到了绝路上 我要绝处逢生 我就必须要选择逼你 江山特中我投亲 江伯 你别欺人太甚 如果有一天 你一定要这样 我不得不和党国站在一起 我会把你卖出去的 那样最好 我告诉你 我倒喜欢和你一起玉石俱焚 你把我卖出去 不仅你 连你姐夫轩子齐都脱不了干系 我们一块儿玩完 江伯 你不信吗 你说得对 我的确不是一个为情所困的男人 可你 你是一个为情所困的女人 一个情子 所蒙蔽了你的政治智慧 而同时 也为你自己埋藏了深深的悲剧祸根 没错 你确实是忠于你的党国 可当你破解了我的身份 却没有如实地禀告给你的党国那一刻开始 你就已经和你的党国心存二意了 你的内心可能不想去承认 可是你的党国 会对你做出那样的判断的 一定会的 至于你的姐夫轩子齐 我的暴露 对他意味得不仅仅是 失去一个副军长一个师长的职务 我告诉你 他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的 江伯 你想说什么 看看这是什么 的 我有另外一个 你是怎么搞到这个东西的 你怎么搞到这个东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轩子齐旅长亲自下塔的 任许南昌部队通过的这道命令 你为了保护姐夫 不惜丢命 不 是指恩图报 可是 你却把他留到了现在 哪来威胁我 哪来威胁他 那是因为你们杀戮了太多的红军战士 而且想把这种杀戮继续下去 那你就不怕 我现在就可以把他撕掉吗 你不会的 我知道你不会 因为在你面前的人 是姜波 我应该怎么办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设法拖延时间 在大部队动身的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你真的是把我害死了 你拉着我越陷越深 你教我 你教我以后怎么自拔 可是为了轩市长 不值得 这封电报 就由你保管了 就由你保管了 没什么 因为你说过 你不会害我 姜波 你真的是要把我折磨死 你真的是要把我折磨死吗 我折磨死了 让你让 让你让 柯子 早上巡视 在葫芦队里发现了粥蛋 发现粥蛋 是的 怪不得这小子失踪这么久 原来 抓起来没有 抓了 他曾误入企图 要求见市长 只要市长不枪毙他 他把什么都说出来 好 你把他带到市里了 我现在见市长 走 发现粥蛋 市长 市长 和何军官伙似的粥蛋 正是他 市长 这个爱牵刀的 我也为他开小叉了 没想到 开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怪不得这部队刚到 设备都开始突围了 他现在人呢 已经派人带去了 他要面见市长 说只要讨德不死 即可把共党的秘密 河畔特殊 市长 这非常有利于 我们对共党分子的 甄别鉴定 和分化瓦解 把他带这儿来 是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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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次作战有功 我要接见他们一下 为他们接风洗尘 我想你和特备员一起参加一下 对今后清理和甄别共挡有好处 是 我可给你打个招呼啊 这个特别甄基队的队长是何坤 到时候你可别拿这副面股对付人家啊 他可是这次搅供的有功之臣 何什么 你还别不服 功就是功 过就是过 何坤这回长脸像个军人的样子 我不管他过去怎么样 他能够做到今天这个程度 我就钦佩 我就敬重 他是我宣子齐的客人 你对待他别像过去那样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让我下不来台 还有 你从七十二世带回的那个周丹 是个暗藏的共党分子 早上施职法队在俘虏堆里发现了他 这小子是个怕死鬼 他说只要我不杀他 他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想 这对你们亲礼共党是个好兆头 走 走 周丹 你小子 平时是看你鬼头哈美的不地的 原来你真是一个披着人披的狼啊 阳关大道你不走 你非往那独木桥上站 脚上的炮可是你自己走的 怨不得别人 走 跟我见师长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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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死了 快死了 我到底疯了 住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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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老木头他 他 他杀人灭口 他烫死了他 什么 于文三杀人灭口 是 假定老木头就是共产党 那么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延伸下去 破获共党地下组织的突破狗 但是他却开枪打死了他 不对 江某不对 有什么不对 老木头是你推荐给我的 而那个周丹是你从七十二十代 他带过来的 怎么这么寸这么巧 他不能凑到一块呢 是太太抱怨吕布厨子手艺不好 我才推荐老木头到吕布的伙夫搬挡 而且我不认识别人 我只认识十七连老木头这一个伙夫啊 我不推荐他 我推荐谁啊 他的政治身份 政审归政训科管 这是谁的责任 您心里应该比我清楚 再说周丹 是他自愿跟我回一一七十的 我当时还很欣赏 他对党国的一片忠心 可谁知道 他就是隐藏的共产党 如果按他们所说 我推荐的人是共产党 我也就成了共产党 那么师长 我可是您亲自从广州带回来的 那您又是什么 您也是共产党 胡说八道 你说 你和余威三叫我相信谁 余威三跟我安前马后 跑了这么多年 说他是共产党 这怎么可能 师长 只要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 没有解锁 这一切就皆有可能 您不要忘记 城关部事件 就是这个余威三 和废之群还有何坤 他们狼狈为奸 一心一意想把您送进地狱 也就是这个废之群 他恰恰就是 特别人在这儿 我不想说了 这个余威三在哪儿 他人呢 我不知道 给我求赵 余兄 别跑 世界子早晚会出头茂囊的 所谓的图穷避陷 到了他江波圆形毕露的时候 贤弟 我是怕 如果你这次打不垮他 那往后我在117师 可有性命之忧啊 我从江波的眼眸里看出来 他理的全是仇恨 充满着杀鸡啊 还了得的了 国家者谁的国家 军队者谁的军队 我们 是我们的 我们绝对不能再让江波之流 为非作大下去了 余科长在吗 江波 他烧火的吧 对吧 我去应付你 永鹤 江副馆 何景迪处长 别来无恙啊 我 挺好的 余科长应该在你这儿吧 没看见呢 我就这样回市长吗 那是你的自由 好 再见 等等 好 我跟你一块去见市长 愿不愿意去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本副官没有奉陪你的义务 莫大伯买了吗 莫大伯买了吗 买好了 就得呢 不知道应该往哪边阵亡者的坟墓里买 在野地里扔着呢 要买 买这边人家不让 买那边 他现在不又是 买那边吧 可倒是个叛徒啊 可是没有形成最后的事实 那不都是因为莫大伯 豁出一条老命才罢他 我说这没有形成最后的事实 这是命令 这行吧 是 没找找 没找找 但是我可以断定 他在他那儿 在谁那儿 长官部特别针基队队长何坤 他在他那儿 他的眼睛告诉我了 他在那儿干嘛 臭味相逃 胡说八道 难道反共英雄也是共产党啊 他算个狗屎反共英雄 他除了会整人还会什么 多好 我会听到 我也不需要 他在现在 我会知道 贴上帝子 是 贴上帝子